我们是专修进土 专听老法师讲经的念佛道场 但是最近有一批居士来此 不仅念佛堂念佛 专搞神通感应 逢人就开世 自称已突破睡眠观 已得到 于是道场对这些人予以千担处置 但他们在外处处毁谤道场 请老法师开始 这两个问题 第一 对这些参学者应如何处置 这个签单正确 这个处置是正确的 就是劝他们离开 告诉他们 祖师常讲一句话 临动千江水 不动道人心 这个地方是专修进宗的道场 不能掺杂其他法门 这个只有专 才能成就 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他没有开悟 他没有得到 这是很明显的 你真的开悟了 真的得到了 你到这个道场来 一定是跟大家一起念佛 你是真道 我说你看这些众生们 念佛的根基 祝佛菩萨硬化在世间 都是应激说法 不是把自己东西介绍给别人 不是 众生要什么就给他说 绝对不是说 我有什么好东西 再好的东西你不要也不给你 那为什么呢 你不喜欢吗 你不是小孩 年三岁小孩 你拿个苹果 他很喜欢 他要 你这时候拿一个黄金 他不要 真的没用处 他要这个 你给他这个吗 你给他黄金 他不要吗 这个道理也懂 所以佛是观基 应激说法 他既然不懂得观基 他没有证明 他没有得到 他也没有开悟 什么破碎面关 你叫他 你看住他 我们派人轮流看他 看他晚上睡不睡觉 我们看他一百天 看看他是不是真是假的 就是破了睡眠关 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这个 这个东北的 北国新龙寺的 常会法词 听说已经有一年多 不睡觉了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真的有人 天天晚上坐在那看 他真的没睡觉 一年多了 没什么了不起 你问我常会法词 他有没有觉得 什么了不起 没有 这个叫真真有道心 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应该要劝他离开 第二个是 如何建立道场归约 避免类似情形发生 是要立规矩 道场有规矩 专修 哪一门 一定要尊重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这个一定要他知道的 凡是这些人 说老实话 他没有学过 所以也不能怪他 也不要责备他 好好地劝导他 就好了 如果真的有老师教过的 不会干出这个事情来 我们学府早年是跟 李老师学教 李老师就教过我们 到别人的道场 去参许 或者去参观 应该用什么态度 第一个 要尊重别人所修的法门 第二个 要尊重他们领导的老师 第三个 要鼓励他们修学的同学 增长道义 这是正法 如果你要是轻慢他 或者把我们自己东西 接上去 你只要破坏别人道场 这个我们学过的 所以说从这里看的时候 就是这些人的时候 他没学过 他的老师没教过 这是决定错误 一个真正如法的老师 对学生没有不教导的 否则的话 你学生出去到外面去 那丢人啊 那丢老师的人啊 人家会问你 这个老师怎么教的 怎么会教出这种学生出来 所以我在三十年前 第一次到香港将军 那次驻香港 住了四个月 很长的时间 将能引进 香港大雨山的深夜发誓 天天来听见 听了大概有五天 非常难得回去 鼓励他的信徒 一定要到界心界去听家 那么又请我去参观 他就到场 他是修产的 宝林寺 在这个宝林寺的后面 那个时候没有 现在我不知道了 很久没去过了 没有路 要走路进去 走半个小时 这个车呢 只能到宝林 到宝林啊 要走半个中点 很难得 你不愿意走路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 这些环境很清净 禅堂里面 那个时候有四十多个人坐禅 很有规矩 这个我一生当中 看到道场 这样如法的道场 吸引我 没见过我 我非常赞叹 深一发誓 请我到禅堂讲开始 我也不是禅堂的人 好在老师过去教了这个秘诀 还有几句口头传 结果我们就赞叹禅的法门 那么我过去讲过六祖谈经 讲过金刚经 讲过勇家禅寺的正道歌 所以还有一些口头禅 懂得一些 我们赞叹了 赞叹深一发誓 这是一个真正善知识 赞叹大众在这里认真修训 我们自己进度是一字不提 规矩嘛 你不能破坏道场嘛 你得赞叹道场 让道场修行人 对老师 对法门更有信心 这是正确的 那怎么可以破坏呢 来这种道理 那是不懂规矩啊 我们离开 保林的时候 在路上 跟我去的一些几个人 就问我 他说 金刚发誓 你那么赞叹禅 你为什么不去修禅 你为什么修进度了 我就告诉他吧 禅是上上根人的 我不如他了 他们有这个根心来修啊 我不信 我是中下根心的人 我只有鸟目 只有赞叹而已 还是回去老师念佛 求生心 比较口靠一点 我说 你们如果上上根 就根 生意法死 如果是下下根 就到我这儿了 是不是 所以这是规矩 规矩不能不同 否则的话 你真是去破坏道场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那就错了 吶 阿们 再一次 祢